喜丽丽,我是专马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西班牙爽剧 纸钞屋第一季9-10集 警方把伪造好的柏林罪名发布给媒体 一下子柏林就从珠宝抢劫大盗 变成拉皮条贩卖女孩的low货 不只是全西班牙老百姓看到 连劫匪团内部都知道了 内罗币更是少不了嘲笑柏林人模狗样 这把柏林气得不轻 他从来没干过这种事情 警察那边简直就是下扣罪名 他现在揍不了警察 只能恐吓内罗币闭嘴 媒体不只公布了柏林的罪名 还报道警察是通过留在汽车上的袖口指纹 查出劫匪身份的 柏林做事一向谨慎小心 绝对不可能留下袖口 不知道是教授留的一手 柏林想到丹佛这个臭小子 曾经偷偷穿着自己的衣服 躺在汽车上睡大觉 肯定是那时候留下的 他必须好好给这家伙长点教训 柏林满大楼找丹佛算账 但罗币看出柏林的教训绝对不是闹着玩的 只能跟在身边试图安抚他的怒气 这时候丹佛在干啥 他还在二号金库里睡大觉呢 金库里又门又热 莫妮卡比丹佛早醒 手边的水已经喝光 他拖着腿伤越过丹佛去勾框泉水 不小心就被那身健子肉迷了眼 闺蜜心窍的小嬷嬷 可惜丹佛快醒了 吓到他不敢再动作 丹佛醒了笑着眼跟莫妮卡打招呼 结果莫妮卡不乐意 可能觉得自己刚刚偷偷摸摸的行为有些丢脸 又因为被困在金库里动弹不得 一股脑把脾气都发在了丹佛身上 抱怨自己连上个厕所都办不到 丹佛也是好脾气 他体谅莫妮卡的委屈 还非常诚恳的道歉 把莫妮卡放走是不可能的 但抢消去大楼里上个厕所 还是可以的 就是这么巧 柏林在厕所把丹佛堵了个正招 听说可能是自己暴露柏林 加上想隐瞒莫妮卡的情况 丹佛提出最后分赃的时候 他赔一部分钱给柏林 柏林可不要钱 他的性格缺陷 决定他更在乎自己的名誉被玷污 不等柏林动手 莫妮卡突然冲了厕所 还出声喊丹佛 大姐厕所这么安静 柏林和丹佛对质你是听不到吗 这么着急出来送人头干啥 柏林都气笑了 老子让你杀人 你还搞个金屋藏教是吧 今天就要让你尝尝子弹的厉害 双胞胎自然是听从这个老大的话 整个过程内罗V都在苦劝柏林 他是为了儿子才参加的计划 自然不希望队友内讧搞砸 丹佛也不是傻站着 立刻拿枪和柏林对峙 以一人之力对付三人 柏林原本还用枪对着莫妮卡 可当丹佛真的用枪指着他的脑袋 他还是妥协了 东京闪闪来迟 错过这么重要的画面 他遗憾吗 不遗憾 因为他这边也没消停呢 上期东京恐吓小岩高三人行 莫斯科大叔有些无语 他明白东京是个游戏人间的女孩 喜欢玩感情游戏 他玩玩就轻松走人 可不是每个人都拿得起放得下的 薄情 自私 肤浅 就是莫斯科对东京贴的标签 东京前男友死亡的那次抢劫 就是东京提议的刺激冒险 封闭训练的五个月里 李约的激情也不妨碍他和别的男人暧昧 比如教授 比如丹佛 丹佛就是放不下的那种人 如果不是莫斯科及时阻止 很可能 儿子就要陷进去了 东京吓唬小羊膏 是因为追求新奇的性格 让他已经厌烦躲在大楼里 不能外出了 莫斯科最担心的是 这会影响抢劫计划 听完这段话 我以为东京起码能收敛点 结果他懂的那部分就是 自己是个自私的疯女人 要去跟李约分个手 李约自然不同意 小男生骂就是热情又真诚 他们以后会分手 但不是现在 不是此刻 这就是废话 你们认真严肃点好吗 人家抢劫都是兢兢业业 你们抢劫就非要搞点情感纠纷 不知道的 我还以为自己在看偶像剧呢 话刚说开 教授的电话就来了 指明要拨铃接听 伤其最后教授 正要想办法搞定人脸拼图 还记得指挥部警察 正用了8号频道吗 教授就是打了这个主意 他偷偷潜入一辆警车 只走附近的警察 在8号频道用俄语 威胁管理员 当时在废铁站 两人对话用的就是俄语 教授在网上百度过 管理员的家庭社交情况 轻而易举 就让管理员以为 不听话 家人就会有危险 硬生生把即将拼好的 人脸拼图 删了个干干净净 最好这一切 教授立刻逃之夭夭 赶来的警察没有抓住他 这里有个关键的点 教授搞警车的时候 拉姐拨打解匪的电话没人接 这会成为以后拉姐 砍破教授的一点吗 不过现在 拉姐就只能气急败坏 束手无策 哎 帮管理员做拼图的工作人员 完全可以拼记 再来拼一遍啊 再不及这个软件 就没有步骤记录这种功能吗 教授刚回家 就打电话找柏林 这就接上东京 让柏林听电话的情节了 教授没有让丹佛背锅 坦白就是自己暴露了柏林 作为他杀人质的惩罚 不过现在柏林有恃无恐了 你瞧 莫妮卡没死呢 教授看到莫妮卡还活着 终于松了口气 既然人质死亡事件是个乌龙 那么他们就可以继续下一步计划了 劫匪们对着硬钞筒疯狂开枪 人质们被下令劫警全力尖叫 警察们慌了 劫匪是在进行大屠杀吗 拉姐立刻要求发起 人质存活确认 警察们还不清楚劫匪的动向 等待时间离拉姐打电话跟教授约好吃饭的地点 卡辛之余有投入工作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世界观里 谈情说爱真的是大过天 因为内奸的存在 拉姐只留下胖胡子 他们已经查到在最近五个月 有家药店短时间内售出过大量瑞希酶 这种要专门治肌肉退化的基因病 一般得这种病的人 说明最长就只有两年多 这家药店最后一次出售瑞希酶 就在结案前三天 很可能买药的就是劫匪 国外买药都会在药店留下资料 只要警察去查 很有可能会顺囤摸瓜查到柏林的社会关系 拉姐立刻让胖胡子申请首权 抓紧时间把药店里所有的文件都弄来 教授心里也是觉得逼了狗 刚出费铁站就冲警车 该完警车还得去弄药店吗 你们让我消停火了 劫匪团很快就把每个人质录下的安全视频传给了警方 可视频明显被编辑过 没办法确定人质们是不是真的安全 情报局上校带来总统府的想法 还是想直接进攻印钞大楼 拉姐希望无声王解决这件事 决定自己亲自进入大楼 确认人质安全 如果两个小时还不让出来 上校再派人强攻 教授愉快地答应了拉姐的请求 这郑重她的吓坏 劫匪团就是想办法拖警察的时间 又转了两个小时 拉姐走进大楼 迎接她的是东京 李约和柏林 毕竟身份已经暴露 无所谓再戴着面具了 进门前肯定要搜身 李约从拉姐的隐私部位找出了窃听器 其他人还在嘲笑警察的愚蠢 这点心眼还想跟他们斗 只有李约注意到窃听器上的单词是她的小名 人质们被一个个带来让拉姐查看 排队等待的时候老是非常害怕 她之前在柏林的办公室偷了把剪刀 现在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只能告诉大扎 大扎一听也慌了 这要是让劫匪们知道 那不是分分钟要被杀鸡进喉 也来不及说些什么 双胞胎劫匪要来点人 大扎把剪刀藏在了自己怀里 莫妮卡也出来捡拉姐 有了柏林的警告 她必须装作健康的样子 结果站立的时间太长 伤口崩开流血 东京和李约立刻把人架走 没让拉姐发现不对劲 一回到休息室 大扎开动小脑筋 警方如果确认所有人之安全 就肯定不会意识到劫匪们有问题 采取强攻措施 于是她开始窜躲小羊膏搞事 小羊膏因为一换八的事情 被所有同学排斥羞辱 甚至在卫生间发生过冲突 你们这帮学生也是无聊 对劫匪我看你们就没胆量 对同学倒是渴薄的很恩 小羊膏无力辩解和还手 还是内罗币解的为 大概是出于同情 内罗币叫小羊膏坚强起来 大扎看得出 小羊膏想得到同学们的认同 就使勁怂恿她搞事情 莫妮卡看不惯大扎逼小女孩 没说两句 大扎就进来给莫妮卡换药 看着两人亲密的互动 大扎嫉妒得牙痒痒 自从知道莫妮卡没死 她却感觉对方对自己冷淡了很多 伤口处理好 莫妮卡不想掺和大扎的计划 也不想对着她这张扎脸 就让大扎把自己送回二号金库休息 等大扎一走 大扎成功束缚小羊膏 让她躲进保险柜藏起来 让劫匪们没办法给拉姐交代 所有人质都已经见过 除了小羊膏 柏林正在尽可能拖延时间 这也是教授曾经教过他们的策略 可拉姐也不是好糊弄的 直接用柏林只剩七个月的寿命这件事 给劫匪们扔下一个打雷 还试图挑拨劫匪们的关系 柏林的秘密被戳穿 独自回到办公室 正巧女人质阿丽找上来 小夕被带走 之前的枪声都让她无比害怕 为了生命安全 她决定把自己献给柏林 就在这个空档里 小羊膏按照大渣的指示 逃出内罗币的监视 躲到了保险柜里 教授在监控里看得一清二楚 他刚想打电话通知劫匪们 自家的门铃响了 是胖胡子上门 之前胖胡子在餐厅打电话 教授上去搭讪 就感受到胖胡子的敌意 这家伙可是自己的亲敌意 脚弹中胖胡子开始插户口 教授表示自己在做果酒 还邀请过胖胡子 有空上门品尝 这不胖胡子就上门了 他对这个突然出现在 拉姐身边的男人 抱着怀疑和盛世的态度 于是偷偷跟踪教授回家 也是想靠突击 打教授个措手不及 幸好教授也不是全在边瞎话 他的基地里真的有果酒 不过监视器电话这些东西 只能暂时用白布盖好 教授看似安全送走胖胡子 却不知道胖胡子 顺走了一把教授用过的勺子 偷偷转交给了见证科 之前教授潜入的警车 已经被送到这里 上面检测到了一枚指纹 胖胡子拜托见证员 把这枚指纹和勺子上的进行对比 拉姐的家暴前夫 就是见证科的一员 胖胡子没有透露教授的身份 胖胡子一走 教授立刻把小杨高的位置 告诉劫匪们 联罗比立刻把他抓了回来 送到拉姐面前验货 所有人知都OK 拉姐也在规定时间里走出了大楼 上校没有了强攻的理由 这一关又过了 劫匪们聚在一起 波林坦然地把自己的病情 告诉队友们 他并不想获得同情或者可怜 只是举杯让大家跟他一起庆祝 这段时间里 只有李月偷偷躲进卫生间 掏出藏在窃听器里的U盘文件 里面是李月父母的录像 告诉他只要肯和警察合作 就不会判很严重的罪 这才是拉姐携带且听器进来真正的目的 策反劫匪团成员 李月看完后 五味杂成 另一边 胖胡子独自赶到药房 却没想到 教授已经截足先登 抢走了药房里所有的文件资料 教授提前一步赶到药房 就是把胖胡子置于一个危险的境地 因为药房这件事 按理说 只有拉姐和胖胡子知道 可现在有人抢先一步 那么 谁会是内奸呢 当教授察觉到胖胡子对自己的怀疑 就决定要牺牲他了 很显然 胖胡子会成为被怀疑的内奸 拉姐会选择信任这么多年的副手伙伴吗 教授的指纹居然留在警车上 这也太大意了 他能够再逃过一劫吗 李月面对父母的视频 看似心动极了 他会跟警方合作 出卖劫匪团伙伴吗 大渣总是能出主意搞事情 不过一般都不亲自动手 他还会有什么后招吗 带着这么多疑问 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吧 请分享 请关注 请分享 请关注 请留言 请弹幕 请留言 请弹幕